前法务部长罗英雪在昨天晚间因病辞世 儿福联盟执行长白立芳在今天也证实了 而罗英雪过去热心公益 还是儿福联盟基金会的董事长 除了奠定儿保制度坚实基础之外 还曾经因为在背询台上面舍战多名立委 而被网友封为学生 他不给的指示是什么 我们要赶快讨论了解状况 然后呢 然后他就死掉了 轻描淡写一句话他就死掉了 气得时代力量前立委黄国昌快晕倒 让在场立委全都愣住了 你就大方的说出是哪一些的委员 让社会去攻断没有关系 他就是法务部长罗英雪 不过三号晚上传出不幸汉事 过去曾因为背询台上舍战多名立委 句句呛辣 因此网友封他为雪神女侠等称号 很多网友说你是雪神跟女侠 我不是我是一个普通人 只是没有戴着有色眼睛 可以看清楚事实真相的普通人 这位看清事实真相的普通人 其实一点都不普通 当时他在短短18天内 对杀人犯郑杰执行死刑 虽然距离他卸任 只剩下十几天的时间 按正常程序是走不完的 但他却愿意连日加班 郑杰你现在魔法要对 罗银雪是名支持费死的佛教徒 但签下死刑令还是不会手软 不过在法务部长职务后 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热情打招呼罗银雪还是儿福联盟基金会董事长 他热心公益早在三十年前 积极推动儿少保护福利法案 为儿保制度奠定坚实基础 如今他享受69岁病逝这社会又少了一位能看清楚事实的普通人 记者综合报道